好 但国内疫情比起国外稳定很多了 所以耶诞节快到了 餐饮业者趁机出奇招要抢攻这一波商机 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些奇招 鸡肉经过大火快炒焦糖色泽香气扑鼻 除了能在台湾吃到香港的鸡包锅 碰上耶诞党籍还得花功夫吸引逃客 肉是红色的 然后旁边有一些就是绿色的装饰 很像是圣诞节的气氛 平常如果要这样子吃的话 可能要花更多更多的钱 鲜红色的澳洲和牛和牛板剑等 除了全都吃到饱 还用巴西里点缀变成餐桌上的椰蛋树 火锅还趁势打出价格战 换算单点价几乎对半砍 很愿意出来吃饭 那现在业绩至少好了五成左右 这是我们的椰蛋套餐 Prime等级的牛小排 澎湖小卷等 还有满满一整盘的蔬果炸物 放纵同样主攻红绿配色 加上澎湃的分量 想传达派对上的分享气氛 大致上都可以省到400多块 增长了大致上两成 价格和话题助攻业绩 但创意也是另一个吸睛战场 发发态推创意料理应战 一片片扎实的虾饼 挤上明太子酱后 还用大火炙烧再放上新鲜草莓 业者们坦言国内疫情才虚缓 却碰到秋冬浪潮 就怕全民肃杀的噩梦在起 先趁着过节抢工商机 记者邱荣幸曹生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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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